这个装置的问题到时候今天一定要解决好不好 我有几个问题要说一下 主要是文师傅那儿的 第一 请文师傅在上台之前 你们就把所有东西接好 不要在台上去接 我最后再说一遍 他两个用了这个洞的时候 拜托 就一定要注意 这几个开始都是 要不然真的不好看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样 大大方方的上来 上来就能弄 就现在两个人上来 都是急急忙忙的 就还得站在旁边等 站在旁边看 在舞台下面的时候 所有东西全部接好 DoubleChair没有问题了 伸上来文师傅上来立马吹 一样的黄景的鼓底下全部弄好 DoubleChair完了上来 黄景上来就打 别打扰我们在旁边再去等 好吗 拜托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 赞美和喝彩是一回事吗 赞美和喝彩是一回事吗 没有 一直在排之前排了一大半吧 但是今年估计就没时间拍新歌了 就光拍这些演出的都拍了半年了 嗯 得让黄金把所有的老歌还没有写过的 他得重新弄一遍 对他来说都是新歌 嗯 而且数量也挺多的 你最近怎么样 最近啊 嗯 最近 你看我们这儿 连着转 Depachement那个其实我们上去半个小时 那个其实是轻松的 这一次我们得上去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演过砖场 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演过砖场 所以 其实大家都有点紧张 这个紧张 比上一次要紧张多了 我是觉得 上一次毕竟大家不是奔着你来的 当然了 这次全是奔着你来的 对 大米你好呀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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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巡演呢 当然你回想起来 上次巡演也 其实也蛮紧张的 但这次因为时间长嘛 嗯 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 我们不再是嘉宾的角色 嗯 可能会比较的觉得 压力大一点 刚才需要你多了一遍 多了半遍 你在说话之前这个 Vocoder 能不能给关上 关上吧 要不然你的 机长的声音也是Vocoder的机长声音 对 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层次 就是你第一个 然后他第二个 第一声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好 其实本来是有program的 对 那是没问题 那是没问题 但是你最好还能让大家能够感觉得到 就是有同志 你让他通过视觉 他不是会 进一个这么大的场馆做一个专场 其实国内大部分乐队 应该都不太容易会想到这一步 所有的声音啊 舞美啊 当然也牵涉到票房啊什么的 都会让我们觉得 哇这个事情有点过于冒险了 我们应该是过年之后 这确定是五月份了 然后过完年回来 我们就开始准备 就是排练啊 陆陆续续的这些东西就弄起来了 这个太玩命了 哈哈 说这首歌太玩命了 昨天也是这样 一天了 但是你这种 你这种出汗量真的 那你可能得给你有一个带一些电解质的水 因为有一些歌我们基本上就没演过 从它发行之后到现在可能几乎就不怎么演 所以是需要重新去做一些适合现场演演奏的那种改动 那种编排 然后根据这些东西我们确定了以后才 那个视觉团队才好配合嘛 所以这中间是花费精力最大的 我们的唱片里面可能早期的歌基本上三大剑 但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的东西 打机乐啊键盘啊什么的 那些东西我们并不是很想用program来放 还是希望能够一个人在现场把它演奏出来 然后当时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么一个人 然后也想到了王宇忠 因为我知道他的乐感很好 我也知道他对音乐 对重塑的音乐也足够熟悉 我们安排王宇忠这个角色更多的是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Hives 一个瑞典的乐队叫Hives 他们在北京的演出 一开始因为我在站的比较远看 我没注意我就老觉得那有个什么东西在那晃 在那幕布哪 然后一会儿有个领骨在晃 一会儿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晃 然后仔细看原来是他们的一个乐手 但并不是属于乐队的可能是助理啊什么 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跟幕布的颜色完全一样 然后连头套都是黑的 只露出两个眼睛 露出嘴巴和他的手 所以你远远的看 你会意识不到那个人的存在 他就像忍者一样 非常简单的方式 但是完成了一个现场的 一个特别戏剧化的幽默感 所以当时就是也有这种想法 希望王宇忠也能扮演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角色 这样他就会变得很可爱你看 然后这样他就会慢慢的 或者这样是越来越可爱 你看这样他越来越可爱看到吧 声音这边其实主要 就是我们就对自己的挑衅是穿穿 然后他跟我们合作了可能得有四五年了 包括我们去Depochemode的演出也是他 所以互相之间的那种 信任以及依赖感是本身就是存在的 然后Monitor这边是雅光 李雅光 是摩登天空的 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合作过的最最舒服的一个 一个Monitor调音室 那么在一两首歌的时候 某一个环节可能可以有一个 神秘嘉宾出现 然后可以让观众的视觉上也好 听觉上也好 怎么样也好 可以有一个转移 就不是总是盯着我们三个人 所以说小柯和文师傅是我们当时就盯上 他等到您上台的时候 他会自动会升上来 他和那个小桌子 然后完了之后呢 您就在那儿 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了 所以有可能您还是在舞台中间 好 我们之前做重塑的时候就定了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不管重塑是什么人来加入或者是客座乐手什么的 你但凡是以重塑的名义来做音乐和做演出的话 你必须符合重塑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很明确的 你就必须得像文师傅这样 您觉得要再来一次 或者我们到现场就在弄 我都可以 您觉得呢 我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我觉得其实不用再来一次 对我觉得 你来多了以后我就没点绝了 哈哈哈 好 那现场 文师傅以前跟重塑合作过吗 没有 嗯 对 但是我以前 我以前看过他们演出 嗯 对 很早以前 第二十二 特别早 完了后来 在有一个叫两个好朋友的一个地方 好 那感觉你上次看他们都十年以前了 对 但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很好了 嗯 好 我们是要连喝水回接到社交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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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喝水也好 Token也好 因为这个设计到灯光和导播的配合 所以就是你要能确认下来的话 他们就一定能配合的好 就是你喝水他们就不太倒你了 他们就肯定拍不着 他们就把就把镜头给闪开了 就不要拍到你喝水 以及就是我们得看一下整个的那个失常啊 什么的问题 就是喝水其实就是一个小的break 但是这个喝水 那边就要装住了 然后完了之后 到了我手 A plus two的时候 哈哈哈哈 拜拜 明天见 咋了 衣服都没换 就这些推车120公斤 都乐器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什么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我记得特别清 我听到我到时候把对面怀疑去 感觉你在这混熟了 连密码都知道了 老左 比如说 我现在是根据脚步声 我可能判断不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上场 因为如果 随着脚步声一起上场 我们在场上要站长近两分钟 就会有点怪 对 但是呢 我又怕到时候时间不够 急急忙忙的 那么我可不可以以你们出现的灯 作为Q点 可以 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好的办法就是 我直接就要这样导演Q点 对 对 你看 你用展 我怕 因为我老师都忘记 上舞台 有点事 对 没错 所以说我在想到这个点的时候 因为音乐发的都是Program 这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您 然后 劉敏和黄石 都可以 就站起来面对观众 然后 在某个点的时候 就是我让下面 比如说让Mandry他们也拍 他们可能拍不准 但是也无可谓了 但是可能也能拍 他们能拍准发 我感觉肖静也拍不准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马上就过来集训一下 但是前面就是很很纯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断的拉进那镜头 一直到眼前 他是不断的 他是不断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我们在进场馆之前其实是蛮紧张的 后来到了上海先去场馆看了一下 当然就觉得心里面踏实了一些 因为之前的想象当中会把它幻想的巨大巨大 这种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大 但真正看到实体的东西之后就觉得好 就已经明白了具体怎么回事 那一段性调查我只能走 没问题 没办法像你说的照片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你觉得灯光还就是你在调吗 灯光后边稍微有点巧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问题 然后中间有点我可能面光要稍微多加一些 我们其实做灯光的设计 然后还有舞台的设计更多的其实是要跟着音乐的感觉去走 比如说音乐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们觉得什么灯具包括什么灯光能呈现出这种音色 然后什么样子灯光的一个造型 能把一个音乐的状态去给呈现出来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到后面越来越慢 你这个是带声音的吧 你刚给我的 我会 我一直看你的 你这个是新给的声音 因为这段是刚给我 我不知道这段里面有声音 可以 他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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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以 我现在还觉得 虽然说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 但是实际上那种 就是心里的那种感觉说 可能昨天知道说 马上这个事要实现了 然后明天可能又出现一个别的什么问题 然后后天就是中间很多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心里都是在做过山车那种感觉 第一首歌我打鼓的时候 我打通鼓的时候 那个灯光 白的光刚好照顾 顾皮上 顾皮是白的 光也是白的 反射 就反射了眼睛一片滑 后来我是闭着眼睛的 那个可能会有点影响 但是我可以闭着 如果那边你们的 没事没事 我们可以把那个地方给闭着 就像刘云老师说他那个琴也 对 台下的声音会不会不是很好 没有 就是憋出来的声音 可以啊 但是就是最后面 有点空 但是可能人上来还会好 小夏 里头这个亚马哈的950菌骨架有问题 现在是活的 说死了以后他也会晃 东哥 我觉得最好你上去打一下鼓 我在下面选一下菌骨 是可以 你的身体证那是什么 十什么 没点手机 没点手机出来 不好意思 证件证件 我证件没拿 这点 干嘛排列好了 你自己拿好吗 你自己拿好吗 我会再拿好吗 我会再拿好吗 一袋证件 一袋口罩 不让进来 上一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东西已经升上来了 就是不用等到 这首歌要开始 对对对 上一首快结束的时候吧 你没有跟单吗 我们应该有 你应该有一个单 在第十一首结束之前 你已经升上来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 他也不知道去哪找你 所以说你们就定好说八二八的时候 八二八一开始 你就别去别的地方了 你就跟他的 我一直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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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问题 那就八二八说 你带他直接就上去 他准备好了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我们参加完月下之后 我们并没有接着月下的这股劫去做巡演 或者怎么样 大部分乐队都是赶紧就开始巡演 我们其实没有做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由月下带来的一个热度 这个热度不会永远陪伴着重塑的 其实就还是跟以前的重塑一样 回到这个地方 该排练排练 该演出演出 然后做一个乐队最本分的最核心的 应该去做的事情 哪怕没有人听我的音乐 难道我就不做音乐了吗 我还是得做 我喜欢的不是说 我音乐做出来 有多少人喜欢这件事情 而是说做音乐 这事儿本身我就喜欢 所以如果我成为一个 Depochemont的那种 或者Red Hat的那种超级大牌 也不会改变我做音乐的初衷 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你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酒吧里边 和在一个几百人的Live House里边 或者说是在外人的场馆里边 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 如果能达到就是你都由人有余 都能控制住你的输出 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 当然你说心态上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你说没有 那是假的 不可能没有 但是尽量的是 让它保持在一条平衡线上面 你不能说大厂馆你就好 你就认真演 小厂馆小地方你就不认真演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一个职业的态度问题 因为一直都很慢 我们 但是我知道呢 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呢 也许我们应该适当的提高一点速度 提高一点效率 这个可能是最让我觉得 有点焦虑的地方吧 对 可能以前比如说我每天 12点 11点中午开始工作 现在可能我早一点 然后 结束的时间再晚一点 多花点时间 或者尽量 对 沈档君 我先去了 拜拜 哇 他们坚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去坚持他们自己的音乐里面 我觉得重塑还能做到更好的 更高的高度 挺天风 挺有想法的一个乐队 的确 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机制的 非常整体 而且精致 我觉得最丰益 我下面说这个词可能很多人不赞同 但对我来说的话是就是情感 对 我觉得他肯定是懂的 重塑并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最大的内核就是你对于音乐的热爱 然后你为什么对音乐有热爱 是因为你怀着丰富的情感 你可以体验到音乐带给你的那么多东西 不同的情绪 人性是永远不可能被机器取代 绝对不可能 真正最好的 最具有灵魂的部分是 它的生动 这个生动 其实就是这个自然带给大家的东西 带给人的感受 这个生动 我觉得只有我们作为人 你才可能去感受到人的生动 或者自然界的生动 具有生命的生动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它肯定会有它自己的一些偏差 自己的一些不完美 而正是这种不完美 和这个尽量追求精确的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会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在 作为重塑而言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场馆 演出做专场 谢谢你们 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 谢谢你们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 帮我们这么多年所有的歌曲念给大家看 非常感谢 在成立之初你想过做乐队做音乐能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没有想到过 但我想到过我们会可以靠音乐为生 但是我没有想到过会到今天这么 这么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 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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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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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